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球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球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前面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四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阶梯式解题 我们这一连串的几讲 都是想提供你一些随时可以用的一些锦囊 你随时可以掏出来,马上可以用 你可以看到我有锦囊妙计 其实谈判的解题模型 它有很多种解题模型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必须先熟悉一些解题模型 这样随时才晓得我该怎么用 你临时就翻书、查书是没有用的 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阶梯式 阶梯式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看 今天咱们在谈判的时候 有多少个东西是说一条边的 所以以前是这样的 以后一定这样的 就是它谈的数字是完全不变的 有吗?不太多吧 不太多吧 对不对?那不太多 常常我们根据什么变呢? 可能跟销售的数量变 对不对?跟卖出去的东西来变 比如说像我写书 我写书我跟出版社谈这个版税 那版税呢常常它就是阶梯啊 基本到基本是多少钱 基本卖到基本是多少钱 基本基本多少钱 它一定的百分比嘛 百分比这就是阶梯啊 这就是阶梯啊 那阶梯呢 当然可以是上楼梯 可以下楼梯 那上楼梯呢 比如说奖金随着业绩增加越来越多 对不对? 下楼梯呢 就是费用随着时间增加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你可能是递增 你可能是递减 对不对? 那比如说 以前美国就有这种事嘛 比如说这个哥伦比亚果木公司 它跟派拉蒙公司呢 派拉蒙的小子拍电视影集的 拍电影拍影集啊 那么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呢 跟派拉蒙公司要买 买个影集 买未来三年的播放权 那拿什么做标准呢? 那派拉蒙就说 我们过去的收视率很高啊 拿收视率做标准啊 那结果跟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 收视率是过去啊 那我买的是未来啊 你不能拿过去的标准 你说你收视率很好 你就要用我付那么高的钱 那人们越看越看 收视率越来越低了 我还要付那么高的钱 那不是对我太不划算吗? 对不对? 所以哥伦比亚公司也不干 不干了后来讨论半天呢 就用阶梯式的方法达成协议 就是你现在的收视率 为标准 我给你一个价钱 那么如果收视率逐渐下跌的话 那我付的钱 当然也就要下跌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说收视率如果高的话 那当然有可能也增加嘛 那就是根据收视率的下楼梯 我来决定我付多少钱 这样子谁也不会有呢 不公平 对不对? 那你是派拉蒙公司 那你今天要维持 那么高的一个价钱 你就得维持那么高的收视率 对不对? 所以在谈判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 上架费啦 租金啦 板税啦 稿费啦 很多都是阶梯式 那阶梯式的这种谈判呢 这种也叫做因实际状况不同而调整的协议 就是协议有的时候它会变的 就是咱们谈的协议呢 它会变的 那就是也许你谈的工资是多少钱 我谈的是多少钱 那怎么变呢? 结构都一样 但是就跟你的销售而不同 什么销售而不同呢? 那么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呢 他在北京 北京呢 后来就 本来他都是在外企嘛 外企 有一次从个美国企业跳槽到德国企业 德国企业呢 也是同样做销售部门的这个头啊 有一次我去北京 北京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跳槽了 跳槽了 那现在他跟我聊他的薪水 他的薪水呢 大概30%是保证的工资 但是70%呢 是根据业绩达成率而调整 那就叫 比如说你给你一个标准 一季啊 一个月啊 你如果业绩达成100% 那你剩下70% 里面就拿回100% 如果你业绩达成率只有50% 那就是你扣下来的70%的薪水里面呢 你只能拿回来50% 也就是 但是在他整个的一个薪水和工资待遇来讲呢 30%是保证的 70%呢 就是根据业绩而做调整的 所以这个协议签起来是活的 活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讲说 因为实际状况不同 而不同的协议 所以同样的结构 我给张三签了一个新资 跟李四签了一个 就张三李四拿的钱可能是不一样 对不对 也许我讲出来的数字都一样 但他们实得的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30%的部分 因为是保证的 所以都一样 不一样在70%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实际状况不同而不同 那这种这种协议签下来 最大的好处就是 因为不管客观环境怎么变 谁都不会说自己吃亏了 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讲 比较公平的协议 也可以知道 我们在谈判如果卡住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